七娃的这项超能力太过于霸道 雷吉爵士不得不对她进行单独训练 然而却适得其反 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 被孤立的七娃逐渐变得自闭 如今却连饭都不肯吃了 雷吉爵士开始雇佣保姆 希望母爱可以将其打动 但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 一个个保姆都惨遭了她的毒手 甚至有些人还因此丢了性命 站在身后的雷吉爵士直叹器 无奈之下她制造了一台机器人 并让她开始担任母亲的角色 她笑容慈祥满面春光 只可惜她依然没有被打动 七娃再次爆发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母亲竟然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 只见她双手一抿便把脑袋震了过来 正是这一诡异的举动 让七娃感到了亲切 她感觉自己不再是那个唯一的怪物 之后雷吉送给七娃一把小提琴 七娃始终无法自由掌控自己的能力 她就是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核弹 无奈雷吉爵士又建造了一个地牢 并把七娃单独关在里面 然后借助三娃的超能力让她忘掉了一切 从那天开始七娃失去了之前的记忆 并在药物的意志下 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这一平静却被莱纳德打破 她对着七娃不断鼓励和安慰 她体内的超能力也开始逐渐苏醒 表面看起来若不惊风的七娃突然失控 无意中割断了三娃的喉咙 尘封的记忆也随之浮现 但就在莱纳德外出的时候 七娃在莱纳德的包里发现了复觉 才意识到自己是莱纳德玩弄的工具 可莱纳德却依然执迷不悟不知死活 不断用言语来刺激她 在普通人面前 七娃就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莱纳德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然后七娃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并在留言机里听到三娃的声音 恐惧和懊悔涌上她的心头 她决定回散学院向兄弟们认错 散学院里 三娃依然躺在手术台上 情况也十分危机 眼下需要大量输血才能保住她的性命 老大由于被基因改造过 所以被排除在外 四爷也因为长期被毒品腐蚀 血液已经变得比地沟油还脏 根本不能用 现场中最合适的人选费二娃莫属 但没想到这位铁打的汉子 竟然看到针头两眼一番昏死过去 伯格点点头对着母亲说 扎她 在三娃脱离生命危险之后 大娃留在她身边守候 其他人继续搜寻莱纳德的下落 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莱纳德的时候 却发现她早已凉凉 五号拿出末日世界带回来的那颗玻璃眼球 塞进了莱纳德的左眼 完全吻合 一切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导致末日的真凶终于被解决 稀里糊涂的他们却不知道 七娃才是那个最恐怖的存在 伞学院内 伯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终于把七娃的秘密全都告诉了大娃 伞学院的大门缓缓打开 七娃走了进来 大娃告诉她三娃并没有生命危险 她瞬间变成了一个孩子 扑在大哥的怀中失声痛哭懊悔不已 可大娃的手臂却越收越紧 等七娃想要挣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地牢 她不断大喊着向兄弟们道歉 其他兄弟对老大的做法一致反对 可当他们听完七娃的故事 瞬间改变了想法 至少在他们找出应对方法之前 七娃还是被关起来更加安全一些 三娃并没有责怪七娃 她看到妹妹被关押 心里万分痛苦和内疚 于心不忍的她想将妹妹放出 却被大娃阻止强行拉走 黑暗中的七娃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无力的窒息感让她开始发疯 她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 来自过去通向未来 她渴望不被束缚的命运 于是沉睡的人格被唤醒 七娃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地牢在她面前轰然倒塌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 已经黑化的复仇之灵 面对失控的七娃 散学院的怪看们该如何应对 喜欢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关注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